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到底有想過要為誰而停留嗎 其實你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人將你留下來 是因為你從來也沒有被任何一個人停留過 沒錯吧 我在阿里山旅行的時候 每次到傍晚的時候 各位如果去山區旅行 你會發現傍晚有一個現象 就是所有山裡的狗都會跑出來 都會在晚上 它不曉得要趕去哪裡 然後狗很特別 狗每次只要跟著一隻往前跑 養狗人都會知道 狗每次往前跑 最大的特色 它就一直會回頭 看主人有沒有滾過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 狗為什麼是追成的 它是在往前跑的時候 都要回頭 狗從A點到B點 可能要從這個家 好不容易遷移到另外一個家 或是密室 或一起找一個安全地方 結果做最多的是回頭 我突然在山裡面 跟著一群黑夜裡面趕入的狗 體悟到一些事情 原來我現在根本不是在旅行 我是在逃亡 我想要逃到一個地方 然後我每次都是逃到一個地方 我就想要平平回首 看有沒有人叫住我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認真面對 你李鼎這輩子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希望有人叫住你 然後你希望回頭 所以全世界對你李鼎來說 最強的旅行 已經不在一些征服地圖上 任何一個圖釘可以插下去的地方 而是李鼎 你敢不敢就地重游 你敢不敢在冬天去過 夏天去過的地方 你敢不敢去那些 你曾經認為很甜蜜 然後你再回去 他們都不在了 然後你還依然 雙懷大致地 站在那個海洋邊 或是粘開雙臂 再接納 讓你的生命中 更多別人進來 你的名單裡面 如果現在你自己想 你有沒有想要再見一面的人 我爸就有 我爸就有 我爸在他生病之前 他就做了一個回老家之旅 人真大嗎 就是不能回老家 尤其是老人家 他一回去 哇 什麼心願都了了 該見的人也見了 見完之後 就該有的失落也有了 就覺得人生大概就是這樣 我最氣我爸 就是身體不好 還要回老家 一回來就變見弄人了 看到死 誰都不在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現在一定要 三十六歲的時候 我就要開始 做我爸爸 快七十歲的回老家動作 我要去見 我最想要見的人 就很 我跟你講 人很奇怪 你只要念頭一起來 你願意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那一年 就是五年前 在我的部落格 在我的部落格 我一有這個想法 結果就有一個人在我的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 留言板上面 那時候部落格在我的留言板上面 留了一句話 他說 有一個人 應該很想見你一面 應該這兩個字下得真好 這世界上什麼叫做應該跟不應該 我們來看 接下來的一個字呢 更讓我驚訝 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 都有幾個關鍵字 比方說 你的提款卡的密碼 可能是你的生日也好 或是那個人的分手日也好 黎家五百里 是所有在金門當過兵的人 都有的一個密碼 金門有一個店 叫黎家五百里 最了不起的就是 金門都阿平哥嘛 現在最近紅中秋的事件 大家都曉得 你在金門就是最苦悶的時候 有一個咖啡館叫黎家五百里 當時有這兩個男孩 各位看出來哪一個是我嗎 比較不帥的那一個 右邊的這個 看不太清楚 真是太好了 這個就是三角形 這個就表示 這個是在金門拍的 有這個兩個男孩 到了這個金門去當兵 然後呢 右邊這個男孩 對我來講 是我最想見的人 我印象很深 他叫小楊 你看他是眉情目秀的 抽到外島的那一刻 你知道抽到外島 是怎麼叫抽到外島 所有人 真是抽籤的時候 到這邊來 是背面抽的 手這樣一拿 780359 你啥都不知道就回去 那抽到哪裡 恭喜你 金門 這個就是在成功領 跟我一起抽到金門 而且抽完之後 成功領會立刻做一件事情 所有的公用電話都被切掉 沒有任何一個男孩子 可以打電話回家求救 然後收起你的黃埔大背包 連夜的火車 把你載到高雄的壽山 連夜喔 連夜 然後什麼時候電話開了 就是你馬上要上船的那一刻 電話開了 所有的男的都在哭 於是這兩個瘦瘦的 白白的男孩 故意裝得很瀟灑 在上船前 看著高雄壽山的滿的落日 我就記得這個小楊就跟我說 咱們來想想我們的夢想吧 人最了不起的 就是在孤獨的這一刻 看到美景的這一刻 你想到什麼 記住啊 你現在真的要想喔 你現在想起 你每次看到美景 你想什麼 那真的會救你的喔 我在高雄壽山 看到那次美景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的夢想是什麼 那我就問他 你知道他的夢想是幹嘛嗎 他的夢想 在我們全部到了金門的時候 金門歡迎你 然後所有人的那個 就開始有點喊 你偷偷地給我跑出來 那所有人都不管 就變成大背包 叫叫叫叫叫叫 一直跑 上千人 上面就在那個大碼頭 金門那個碼頭 就開始蹲下 蹲下 蹲下之後就有人問說 班長就要來選兵了 做過 男生都知道 選兵這一刻很重要 選兵這一刻很重要 你看什麼人來選你 如果 有的人長得就是很像軍法的這個下士的時候 你只要看 長得比較兇的 他來選什麼兵 再好 你都不要跟他去 因為可能就是什麼幹訓班啊 或者是什麼操練的班 來跳兵的時候 你要看他是不是 漂漂亮亮的 就一定是很爽的單位 你要觀察他的頭髮 各位知道 任何一點微小事都差別 跳兵的時候就可以來跳 就有一個男的來了 我們一看到 我們就看到這個班長來的時候 整個都精神危機一陣 他不算好看 但是就正正派派的 就對了 下面上百個人這樣 上千 一千多個人 那次好像是一千多個人 你們當中 有哪一個人會做火房的 哇 在那個速殺的 火房 火房多好 火房你知道在部隊當火房 晚上吃宵夜的時候 你可以先煮 然後我就看我旁邊的這個帥哥 就這樣 報告班長 我會 一片速殺中他站起來 班長就到他面前 實際我看過軍艦的彰化最多之後 下一句話就 罵得很大聲哦 他說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長相 他白白淨淨的嘛 你媽媽讓你念書念到大學 就是要讓你當一個火房嘛 你知道小楊最大的夢想是什麼嗎 廚師 他最大的夢想做了一個廚師 在他看過高雄中山的美景 他告訴自己 我們來想自己的夢想 李鼎 你想一想你的夢想 然後我們就可以到金門的時候 每天就只要想著這個夢想 有一天你的夢想突然來跟你招手 當著上百個上千個 然後到了這個金門攤頭 有一個人問你 可是卻因為你的長相 然後跟你講了這句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晚上 我們回到那個機材聯隊 他沒有被選上 我就抱著他 哭了 他就跟我說 當一個火房這麼丟臉嗎 這是我當被 被子記住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